好,今天和大家分享Midland Park 是我每日做运动的地方 为什么呢?我每日都出来踩单车 如果好天有的话 整个社区,你看到地图了 踩完就45分钟左右 里面途径不少地方 从我家出发,先游个小社区 即是内街开始 我们经过很多不同的内街 而内街,因为整个区 都发展了百年 所以你看到很多都是崩格尼为主 这些树大棚 我相信每一百年都有八十多年 起码的树 因为我家的树都有八十多年 你看到,路较阔 和现在的新区不同 比较来说,路较阔 这些树大棚 这就是区的特色 我们经过社区之后 就会出发大马路 入Bidel保育径 整个保育径有3kg 现在的时间是7点多钟 有很多人出来散步 和小朋友玩玩 很开心的 我开单车 而我每日经过旅行之外 都会出发大马路 去一些小社区 而今天呢,我也希望在小社区 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发现到 刚刚好我们每日经过一间 一间房子 这又比较慢了 这个Appleville 很特别 有一间房子 很深很长 有个大泳池 而且它里面全是树林 我们这些小社区 旧区 这些房子是旧一些 不过呢 外表就不会很华丽 不过新区 很漂亮 外面很简单 不过呢 你看到 深度很深 而且这些旧区呢 其实挺凌静 而且路很阔 尤其是你看到 佛市区 挺特别的 你说 要买100多万 要买上面的新屋 的话呢 我宁愿住这些旧区 增长一点 我分享了这里 由小社区 我都会经过回大马路 去另一个小社区 因为这个区 整个Midland Park 多久的了 有历史的 然后我们经过大马路之后 去另一个区 叫做Saint Angel 过了马路之后 就有另一个的看法 那为什么呢 这一个Saint Angel 里面有一间教堂 有200年历史 200年历史 有了政府的介绍 故事 200年 我相信也值得去看一下 经过森林之后 见到一间教堂之后 我们就去Thomson Park 在我的单车路径里面 也都会经过 一个大的公园 会连我们 世家堡的国庆日 都会在这个Thomson Park 为主力的宣传 做一些大型的show 排骨折 挺开心的 挺热闹的 这个区 我每天 踩单车经过这个地方 都算是一个 不错的运动 尤其是加拿大的夏天 不是长 要享受一些 外环境 加上全部政府 都能安排 这么漂亮 做了保育 做了环境的配套 不享受就糟了 而且我每天都经过这些地方 都算是一个 向大家分享的 一个很开心的 小分享 叫做BiteL的保育境 而每天 踩完这45分钟 我的目的地 或者 那个叫做 终点站在哪里 经过了 Thomson Park 大马路 回去BiteL的保育境 最后就去到 一个叫做 櫻花树林 就是日本 和加拿大建交之后 送了一批櫻花 给我 除了这个High Park 之外 这里也有个櫻花树林